抢匪劝送给母亲最糟糕的礼物 这名抢匪在一个月内 在高雄市连犯下了八起抢案 他向警方坦诚 失业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钱 而他跟中风的妈妈 是租房子相依为命 因此他才选择铤而走险 现在被捕了 让妈妈更无依无考